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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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王 我们验着沈道306 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景点 叫千年核桃林 然后它的对面呢就是有一个庄园 叫做冲康庄园 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在千年核桃林这儿看到了一个大世界基尼斯资罪的一个认证的证书 上面写的是该核桃林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平均树林565年 其中最大的树林为2100年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认证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个这边的藏族同胞的讲演员跟我们讲 这个树前几年有一年丰收了 收获了两吨的核桃 现在这个核桃树还在结核桃 特别特别的了不起 我们进去拍一下 哇小哥啊 这就是被世界基尼斯记录认证的世界核桃树王 树林有2100年的核桃树就在这儿太大了 你知道它非常大树高也很高 但它树冠起码都有十几米了 然后其实当你知道它是2100年树林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时光的任然 真的在这棵古树上 它的体现不知道是它树内的这个年轮 还是它表面军裂的这样的树皮 就让你一种心静下来 去想2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么漫长的一个历史 这个树从一个小处 然后长到参天大树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站在这棵大树下 真的显得还是蛮渺小的 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些自然景观 非常宏大的地方 高山大川大自然的那种宏伟的那种景象面前 你都会觉得人类真的很渺小 所有的围绕你身边的小事 那些烦恼事其实都不是事 我们现在说话的 此时此刻外面下的雨 而且不小 但是我们在这个树冠下 一点雨点都没有 真的很少很少 一点一点都没有 这里海拔要3000多点了 在千年核桃园的对面 我们走进了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古庄园 冲康庄园 这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十三寺达赖喇嘛土灯加措的出生地 眼前这宝经风霜的三层建筑 虽然愈发暗淡 但仍掩盖不住昔日的辉煌 一层主要是放粮食农仓 一层都是大卫周围的粮仓 主要这二层的话有大型的佛殿 还有进行的接待室 唯一都是三层是十三日达赖喇嘛的一个起居室 起居室 起居的地方 就是当年十三日达赖喇嘛出生之前是没有这个庄园的 就是出生之后被认定是成为十三日达赖喇嘛之后才进行建立一个庄园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粮食是最重要的 但是那时期有粮食那就可以了 这个粮食还挺阴凉的 特别阴凉 而且这个粮食为什么这么阴凉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是墙体 这个墙体本身它的那个后面材质是土石 土石 土和石它们 然后它的宽度达到了一米二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这么粮化的原因是 整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它里有个小窗户 这窗户是那个密玻璃通风 这方面就是可以达到一个东暖下来的一个格局 这些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资金 所以我们就是恢复了大概 当时那个情景就是恢复了大概 因为完全要恢复的话 这方面的资金是要投入更大的资金嘛 所以这方面的资金还没有完全不够 所以我们只是恢复了大概 因为那个当时这个庄园的话 十三日达阿朗 父母是不会住在这儿的一块 阿萨地位建了一个规模跟这个一样的一个庄园 叫朗敦庄园嘛 所以这个庄园派一个管家进行管理这个庄园 所以当时这个一层粮食的原因是 当时那个分地的时候 整个南下这区域 大部分的土地分为了那个十三日达阿朗 他们家族所有的嘛 所以这块的区域的粮食 收集到这个庄园里面 那从这个庄园运营到拉萨父母庄园 所以这个派一个管家进行管理这个庄园 这个管家也是 长期不会住在这个庄园 因为长期住在这个庄园的话 肯定会出乱子嘛 所以当时那个他们家族 就是那个派三年 就是三年住门了以后 可以能力换一个管家 就这样一个形式 那就有个这样的制度 嗯 在房间里面 只要 只要我们心意 就是心意达到 不管你捐多少钱 比如说你捐了一块钱 可以找住 哦 就是那个我们藏族人鸡坡 他走的路性是这样的 就是从拉萨出发 到摸住公卡 到公国江达 到林芝 然后往鲁廊 剥密 没托 从那返回 到林芝 然后从林芝 到米林 到朗县 到山南 嗯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藏语这个圈的话 叫 乌鲁坡 乌鲁坡 乌鲁坡意思就是那个 你等于就是 转了一个 就是 转了一个这么大的一圈的话 都就是那个 对于我们这 对于我们藏民来说 就是 就是很有 腐败的一个问题 就乌鲁坡 太感谢了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快走啊 这建立太好了 好 谢谢 以后对我们这个景区 多地宣传一下 好的好的 我们离开了千年核桃园 和冲康庄园 感叹藏志旅收获的 一路惊喜 而且我们又遇见了 这些可爱的猴子 这个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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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下去吧 下去吧 我们走了 再见 拜拜 下一期视频 和你一起去探访 海拔3900米的 高原原生台温泉 这就是我们 福旺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 关注 给予我们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